是的,主播,現在記者位於台大醫院的正門口,原先預估大約10萬人的凱盜大遊行 由於現場人數可能已經突破70萬人,所以目前現在黑山軍已經蔓延到了台大醫院、中正紀念堂以及台北車站的各大路口 市市可以說是非常的浩大,那我們聽現場的民眾如何說 今天是第幾次來到現場? 今天第二次,第三次 對 所以你們現在這個活動,你們覺得你們的主要訴求是什麼? 我們主要訴求就是退回福茂,然後反黑箱 請大家真的馬英九初來面對大家 我覺得要找到兩方的平衡點 對,因為不可能完全會遵照學生的訴求,但是我覺得兩方要找一個平衡點 對,和平的那個路 請問你今天幾點來到這裡的? 我今天大概十點,差不多十點半吧 所以你的訴求是跟學生是一致的嗎? 就福茂的這個部分,這個監督條例有什麼困難的? 這個真的要硬要去推,他們挑燈業站,加班也應該的 那至於說,這個行政院長,我覺得跟警政署長都應該下台 他們不下台這一個案子,我是比較悲觀的 所以你也支持學生的法課通? 法課,基本上我樂觀其誠 我的想法是蠻開放的,就是說 如果一個本身裡面,他自己的學生一半以上 決意,就是說要法課 那我覺得,作為老師的,我覺得 但這代表個人的意見,不是我們學校的意見 就是說我覺得應該,最應該法課 你好,那請問你們是第幾天來到這裡,都來這邊幾次了? 那來這邊應該是三、四次 那你們覺得你們的訴求跟學生的訴求是一樣的? 是,是一樣的 那你們覺得在抗爭之後,馬政府會因為這樣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很難想像它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但是也要讓它知道人民對於這樣子的麻木不仁的行政體系真的是已經受夠了